《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全票通過 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 輕裝上陣 全力聚焦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國安才會加安民安 2024年是總體國家安全官提出10周年 繼2020年6月30日 香港國安法正式在香港頒布 今年3月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經立法會三讀通過 刊憲實施 履行了《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鞏固國家安全屏障 在新法例實行之初 有必要做好公眾教育工作 令到市民大眾知法守法 為了令國家安全的知識推廣至普羅大眾 香港齊心基金會得到香港友好協進會鼎力支持 保安局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作為支持機構 以及18區區議會踴躍參與 今年在全民國家安全日前夕 舉辦國家安全教育的社區推廣活動 國家安全18區大獎賽 將國家安全的概念和知識 將一步推廣至香港社會不同層面 早前已推出20段國安知識教育資訊短片 以及網上問答體驗版 幫助市民加深對國家安全各領域的認識 國家安全18區大獎賽 預學習國安知識於有趣問答遊戲 然而展開 大獎賽分兩部分 分別是積分賽和大抽獎 積分賽可以累積分數上龍虎榜贏現金券 而大抽獎更簡單 只需要答兩條問題 就可以參加抽獎贏豐富獎品 機會是留給參加的人 期待全港市民踴躍參與